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可静 我们现在在土鲁番的一个汽车客运站 我们正在要去土鱼沟 买到票之后呢 发现汽车呢 汽车呢 这就是俺们的汽车 还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老爷车 刚才我们就是包了这辆车嘛 总共花费是300块钱去土鱼沟 个人觉得还是有点贵的嘛 本来是打算穷游的 没想到 感觉那钱呢都被汽油给吃了 不过我想这个价格可能就是这个行情吧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问了 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所以大家想要来穷游的话 还是要考虑一下经济啊 想要来这里的话 穷游感觉有点不太可能 我现在得节衣缩食了 现在上到这辆车了 很复古的哟 喜欢复古风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哟 接下来我们的行程呢 总共加起来 差不多要有100多公里 不知道这车能够受得了哈 四季大哥 嘿嘿嘿嘿嘿 哇 谢谢 哇 谢谢 原来是这里传出来的声音啊 震动声特别强的 嗯 哦 嗯 嗯 嗯 真的啊 我们一路上特别欢乐 特别具有我们新疆褐色的那种 Chihin 风格 就是音乐 哦 窗外的 branded 还有这特别复古的 W 游流大众汽车 小眼泪都出来了 不行 我觉得在这车上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然后司机特别热情给我们放这种低音炮的音乐 让我们听的就是很震撼的 整个人都震动起来了 新疆的那个歌曲 但仔细的听一下的话 去品味一下的话 真的觉得这歌曲真的是非常欢乐 然后也特别好听 因为新疆特别大 所以它的很多景点呢都是分散的 但是在那个客运站呢 它也没有那种汽车能够直达到景点的 就如果大家想要来这一边逛的话 旅游的话就肯定选择包车这种形式 会比较的便捷 然后也比较灵活 但是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听得到 这种花花群圈本地的最有特色的这种很喜庆 很激情很欢快的这种音乐 因为行程也长 然后不会使游客无聊 使你整个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我觉得这次旅行可以说特别的有趣 然后非常的期待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旋律真的特别的好听 虽然不知道在讲什么 当然感觉特别深情 我都已经被陶醉了 其实是想想要让我会准备黑的时候 上海也好 不离开 鸡血 often不离开 我们延伞鸡来自一族 在这个岸居中钟 有两路 西亡丹 西亡丹 北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